好 版本注意看 蛋仔导新版本更新了 在摩天轮的下方出现了小猪摇摇车 所有蛋仔都沉浸在和小猪摇摇车一起玩耍的快乐中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不要再开心了 不要再开心了 因为它的到来 让我们每位玩家 永远失去了一个好玩的道具 和一个最重要的朋友 你们难道不好奇 我们永远失去的这个好玩的道具 和最重要的朋友 它们究竟是谁吗 首先来看永远失去的道具 就是曾经老版本摩天轮下方的小狗摇摇车 如果你还记得小狗摇摇车 那么请为我们的老朋友点个赞吧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我们发现 曾经小狗摇摇车很好玩 蛋仔跳进它的敞篷车厢内 它就会开始前后摇摆 曾经我们蛋仔在小狗摇摇车上玩耍 是多么的快乐 它曾经就在摩天轮的下方 共计有两只小狗摇摇车 可是随着蛋仔导新版本的更新 我和学姐发现 在最新版本的蛋仔导摩天轮下的两个小狗摇摇车 已经没有了 小伙伴们发出你表情包中最伤心的表情 和被删除的小狗摇摇车告个别吧 再来看我们每位玩家永远失去的好朋友 他就是在摩天轮下方睡觉的打工蛋 曾经的打工蛋 无论白天夜晚都会在摩天轮下方睡觉 曾经打工蛋出现的位置 就在摩天轮的右下角 可是随着新版本的更新 我和学姐发现 蛋仔导的摩天轮下方 已经没有打工蛋这位好朋友了 他随着小猪摇摇车的出现 也离开了蛋仔导 小伙伴们在未来的日子中 你们希望被官方删除的小狗摇摇车和打工蛋 重新回到蛋仔导吗